近日各界有很多聲音對於新土地法有不同的意見 例如歸紮的問題 8月9日行政長官在答問大會上對這個議題作出回應 不同的意見我們一定要聽也要進行分析 所以行政法務司已經表明我們聽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他是進行研究 這個是政府目前對土地法的態度 我們亦沒有修改確定的時間表 雖然不確定新土地法何時會修法 但是有議員仍然就歸紮的問題 希望政府進化有解決方案 其實有很多土地成批人是因為他配合政府的發展 而政府拖延到25年不能夠興建 這樣的話都會宣告失效的話 其實這個25年即使你給到50年或者100年 你都不批職給他或者不批工程准召給他 土地是完成不了這個開發的 希望可以特區政府或者可以盡快研究究竟是責任歸屬的問題 在這方面盡快可以給土地成批人 他們一個公平公義的一個裁決 作為一個責任的責任 就是應該要有些問題 是應該要面對法律改革的 要做必須一面子的 是不需要說得太多了 只是想做必須的 是有100%的理由 行政長官崔慎安強調 新舊土地法都規定25年土地批租期 立法會通過了政府就會嚴格依法執行 如果認為政府做得不對 可以透過司法程序歸責政府 沒有請多資訊 讓mart可以試平和你 為了請多資訊 發立等 我可以問我 你做得太多了 還隨著 我先別享受 給你 哈 我先請多資訊 把小鈔